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高雄疫情升官 不过传出有乌龙确诊病例吗 有一对夫妻昨天收到了简讯通知 说9个月大的儿子确诊了 夫妻两个人急忙请假 把小男婴跟两岁大女儿都接回家 为求谨慎还帮小男婴快筛 但结果竟然是阴性 上卫福部的网站去查询PCR结果也是阴性 可是今天又收到了1922的确诊简讯通知 质疑这根本会是一个乌龙确诊吗 他们是不断跟其他家长道歉 认为是如同遭到猎屋 不敢出门 打开冰箱水饺鱼饺猪肉牛肉 还有水果塞的满满满 因为家里才年仅9个月大 小男婴被通知确诊 家长好担心 一开始还打电话给我们说 小男婴曾经发烧就医 9号收到确诊通知 一家四口紧急回家隔离 家长当天还帮男婴快筛是阴性 调查卫福部官网PCR也是阴性 这样真的确诊吗 还要隔离吗 多次打给卫生局 说要查证却没有后续回应 没想到10号一早 在收到1922确诊通知 家长质疑是乌龙简讯 还要一个个打电话 他跟其他家长盗窃 觉得被猎误 小男婴快筛PCR都阴性 却收到确诊通知 家长上班请假 到底能不能出门 无奈又不知所措 卫生局还在查证中 已经引发民怨 台北市首度单日确诊 单独破万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预告 到了下周疫情将会到达洪峰 而双北市长因为快筛事迹不足 已经好几次杠上中央 惨遭绿营围剿的柯文哲 气得大骂 认为民进党靠网军和民嘴治国 早晚会遭到报应 北市单日确诊首次破万例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警告 下周疫情将会有海啸洪峰 那洪峰你知道 估计还是在下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就好像 打橄榄球你知道 最后那个要 准备撞击就下个礼拜 撑得过去 洪峰过了 慢慢就压力就会下去 全台快筛机大缺货 双北首长和中央 多次隔空互呛 绿网军和民嘴疯狂围剿 柯文哲让他气风 我也不想讲了 快筛是这样 买不到是事实 紧急进口应该几天后 再过拖一个礼拜也会有 用网军跟民嘴治国 迟早会遭到报应 迟早会遭到报应 对付可能就不要 比对付病毒还用心 奇怪应该讨论说 怎么去解决问题 整天都在讨论 我就觉得很厌烦 我跟你不觉得很厌烦吗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呛中央 他早就料到快筛机不够 但没人理他说什么 疫情猛暴是扩散 中央防疫政策和百姓脱节 侯友宜直接点名中央高层 别躲在背后 全国疫情海啸凶猛来袭 当百姓深陷在水火中 817万人投票选出来的领导人 总见不到人影 不知道在做什么 记者杨桥 时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张大眼镜看清楚 这到底有没有戴安全帽呢 台中一名富人收到了罚单 警方认定他没戴安全帽 他事后在脸书上抱怨说 他戴的是黑色的安全帽 难道是看见黑影就开枪吗 不过警方拿出了这个检举的影片 认为应该是这名骑士的头发 比较黑 因此看起来好像有戴安全帽 这检举的照片也在网路上 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教育部突然一下宣布更改 停课的标准 很多学校紧急复课 措手不及在家长气得破口大骂 尤其是国高中 教育部提出的是以班级的座位 九宫阁来匡列旁边的其他八个同学 这样的做法 让家长惯报了教育部的脸书 新闻市场很有意 也炮轰中央的规定根本不切实际 新北市打算快下阳性就全班停课 停课标准变变变台中南洋国小3000人 原本16号才要复课 却因为教育部新规定突然改成10号 就得实体课程家长超级错愕 更扯的是教育部针对国高中停课 实施九宫阁匡列法 家长炸锅灌爆教育部脸书 因为学生在学校四处走动 你框个九宫阁 家长痛骂搞什么 玩圈圈叉叉叉 你当孩子是木头人还是种萝卜 都不会动你 没良心的政府 新北市长也炮轰中央的规定 这样的匡列法家长怕爆 云林更有1100名学生干脆请假 中央做决定不接地气 神逻辑让地方超难执行 也搞得家长一肚子气 记者010佩洁台北采访报道 确诊疯狂的攀身 染疫或是隔离的人 如果是轻壮或是无症状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强抵抗力呢 高一大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 证实了传统的中药金银花 对于抵抗新冠病毒有效 金银花被高一大证实 冲泡茶饮或是萃取液 人体喝了之后 对抗新冠病毒是有效的 甚至是对登革热汗 肠病毒也有功效 那么再加上黄旗一起煮成茶饮 对于染疫轻症或是无症状患者 都能够增强抵抗力 全国确诊遍地开花 外食足要特别当心 尤其在餐厅如果内用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座位之间的距离 两大条件是跟陌生人 要背对背 拉开两公尺的距离 另外手机7万别放在桌上 免得沾上病毒一起带回家 夜市知名的羊肉汤 热热喝最好喝 但内用人挤人 脱口罩吃东西 传播风险超大 专家建议防疫期间 要外食像这样 和陌生人背对背用餐 防止口水乱喷 重点是拉开 一到两公尺的安全距离 手机也别放桌上 因为吃东西就算不说话 口水喷到桌上 病毒跟着手机一起被带回家 不论你有没有讲话 其实这个飞沫都可能会喷出来 那当然手机放在旁边的话 自然而然就很容易的 沾染到这些病菌 有专家研究病毒残留在手机上 可以活24小时 卡在塑胶包装上 可以长达三天 到卖场买生鲜食材 也都要注意 外包装先消毒喷一轮 或是用水洗过一次 可以大幅降低病毒量 如果叫外送 把袋子放在桌上 恐怕病毒污染桌面 先彻底喷一轮 食物装到自家餐盘 如果冷掉微波加热 也能降低病毒存活率 确诊片地开花 外食注意手机别放桌上 外带塑胶餐具也都要消毒 买菜外包装洗过一次 多一个动作 更能保护自己 记者高雄嘉义 综合报道 对抗新冠病毒 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因此不少人最近都多吃鱼 来加强抵抗力 鱼的确有丰富的蛋白质 对老人孕妇幼儿 和心血管疾病患者 这四大族群来说 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不过吃鱼却有个学问 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营养师要提醒您 孕妇要特别注意的 需要小吃大型鱼 三高患者只是不太适合 吃这些全鱼 像是布拉伊或是小鱼干 因为内脏里面 含有比较高的普林和胆固醇 都不利于病情控制 烤鱼自自作响 香喷喷 看起来美味可口 还有炸糖醋鱼 油锅里冒泡 起锅淋上酱汁 让人垂涎三尺 老人孕妇幼儿及心血管疾病患者 四大族群都很适合吃鱼 但注意了 不是吃多就好 吃鱼比较聪明 我只知道这样 大型的鱼的话 海洋就是污染比较多 所以我都是吃巴掌大的鱼 鱼 其鱼 鲑鱼 都是大型鱼类 是食物链上端 拱含量比小鱼多 此外鱼有三个部位 特别容易累积拱 鱼皮 脂肪 内脏都是地雷 大型的鱼本身它重金属甲鸡拱的累积会比较多 反而会去伤害胎儿的脑部神经的发育 营养师说孕妇要少吃大型鱼 最好吃小鱼就好 才不会吃到过量重金属 像鲑鱼煎蛋 鲑鱼汤都是营养美味的料理 不过小鱼适合孕妇却不适合这群人 传统认为吃鱼变聪明好处多多 但吃鱼有学问 孕妇三高患者可要多注意了 记者程盛伟寒知心王世涵 彰化台中报道 植中医松口可能在七月份 就要将新冠肺炎给降级 从第五类变成第四类的传染病 不需要在天天公布每日的确诊人数 专家炮轰 欧美等国 根本没有人在盖牌确诊人数 而民嘴也质疑 难道是因为陈时中部长 在七月准备要去选举 才想要隐匿疫情吗 国内预期确诊人数上看三百万 陈时中确说七月打算 把新冠病毒等级降为第四类 每日不再公布确诊总数 让专家炸锅 这个数字太难看不敢公布吗 开什么玩笑 还不知道死伤多少呢 你也敢盖牌 你不要讲就没有人会死了是不是 现在是都疫情已经过去了 人家才会这样考虑 才2022第一波而已 后面还有 你不要做怀疑 然后就干脆说 他不是传染病算了 自身媒体人赵超康炮后 每日欧新港 就算走到疫情下坡 还是会公布确诊数字 不公布确诊数 反而让大家无所适从 专家爆料指挥中心的做法 严重违反世界潮流 你如果不监测 他就有一天会爆发大流行 产生更多更严重的病毒传染 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严密通知 世界各国要卫生局要报告 随时要监测 民主怒吼 民进党早想让陈时中落跑去选举 指挥中心七月盖牌 根本是怕大家知道 疫情到底有多惨 政府防疫做多烂 因为七月是民进党在提名的 陈时中 练之再之就是要选举 司马昭之心 真的非常荒唐 不要在那边自欺欺 你想盖牌就盖牌直接讲 你想去选举就赶快去选举 不用把每件事情 都跟选举连在一起 我们政务官有政务官 应该做的事情 台湾不只买疫苗多少钱不能说 就连真实的确诊数字 也打算盖牌不说 政府拼命想遮住百姓的眼 到底在怕什么 接下来 全正报林璇台北报道 南投山林溪 美丽的绣球花盛开 超过20万株大绽放 有红有蓝 各种花色争奇斗艳 另外园区内的松龙岩瀑布 因为美与季雨水量大喷发 负离子测得的含量爆量 每立方公分高达10万多颗 是平常的20倍 专家表示负离子又称为 空气维他命对人体有益 包括心血管和免疫系统都有帮助 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 世界馆举行了开工典礼 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同蔡总统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 未来将会作为世界各地 推动客家文化的交流平台 推动文艺复兴新浪潮 展现台湾客家文化价值 桃园市将在2023年举办世界客家博览会 主场世界馆工城 预计在明年三月完工 那我们愿意以客家的元素 那么连结海外 呈现台湾的文化特色 这个客家文化的魅力 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出席开工典礼 桃园市长郑文灿积极准备 到时候将有两个主管七个副管 让客家文化从桃园出发 台湾成为世界客家文化首都 客家是代表了一份文化的认同 一份自信 能够让客家成为台湾的 这个主流的文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 这是唯一一次 以客家相亲为主题的 世界级博览会 希望让民众来体验 世界客家内涵和故事 创造观光效益 也提高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记者周天翔 黄晴 桃园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黄晴 桃园采访报导